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耐心等待着 直到早七点左右 人群突然骚动 白T恤短拼头的他走出铁山 在包地和妹夫簇拥下 坐进一辆白色雷克萨斯 轿车分开人流 还像澳门三岛的烟火人间 直到深夜 银河 金月轩 河仙 海家 平时灯火通明 高棚满座的他 今天格外寂静 震动酒家黑着灯 为一个屋子亮着 这间屋子里聚集了澳门各大有头有脸的人物 黑道的 白道上的 都在翘首一畔 当指正来到十二点 这位与世隔绝十三年的豪江教父 真正的澳门土皇帝 江湖人称 崩牙居的尹国居终于出现了 巅峰时期的他 带有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的架势 就连世纪贼王张子强都得向他下跪 他曾和14K 新一安等众多帮派火兵 最终一家独大 搅动了澳门风营 已是58岁的他 望着灯火辉煌的高楼丛林 新潮澎湃 壮心不已 江湖归来的他 还能赶上 兴勇浩荡荡的时代潮流吗 崩牙居 本名叫尹国居 崩牙居只是他的绰号 江湖人也称其为居哥 都说乱世出英雄 1955年 尹国居出生于澳门新桥区青草街 那一年 创立于香港的黑社会社团 14K 刚刚在澳门开枪拓土 谁也不会想到 这个出生于工人家庭的小男孩 会在多年后 成为让人闻之胆寒的 澳门14K化石人 甚至一度被称为黑帮教父 1962年 七岁的尹国居 进入澳门最底层的 劳工子弟学校就读 而这一年 41岁 与身家千万的何鸿燊 从香港杀到澳门 拿下赌牌 创立了奥瑜赌场 多年后 这间赌场成为尹国居 向上攀爬的通道 成为澳港黑社会 寄生的摇篮 1965年 家里兄弟姐妹 有增无减 年仅14岁的尹国居 念到小学二年级 便出了学 开始捡破烂 赚钱养家 然后回家煮饭 看差 照顾弟弟妹妹 后来再大一些 他在酒楼当过点心学徒 也在制一场 当过捡线头的工人 工作之余 也混迹街头 16岁那年 兴起甚高的尹国居觉得 做工来前的速度太慢 于是 他盯上一门新的生意 炒卖黄牛戏票 当时 这门生意被一些黑帮控制 但尹国居不怕 在道上混 不拼命谁怕你 一轮轮拼杀之后 尹国居在找黄牛戏票的路上 占了一席之地 16岁的尹国居 兜里有钱了 于是 他买了一辆 颜洋摩托 肆意持审在 豪江街头 不想 一次事故 摔掉了门牙 自此 江湖上多了一个 崩牙居的门号 之后 崩牙居又认识了 E4K的小堂母 黑仔华 有着黑社会成妖 崩牙居开始 真正踏入黑社会的漩涡之中 换来的 崩牙居善于结交 除了和其他帮会少年共进队 他还发展了自己的小团体 除了炒黄牛以外 还在沙里头一带盘踞 收赃 盗窃成为了每日的 例行公使 并且很快打出了名堂 那时候 他拉了水防赖 张氏三兄弟 药宅 以及白板仔六人 所以他的核心团队 江湖人称西小福 之后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这个小团体 也日以壮大 只是黑社会之间 哪有什么真正的道义科研 为了利益 大家相聚一逃 但是也会为了利益 恩将仇报 这个七小福团体 亦是如此 到最后 利益追逐 兄弟反目 落得个 树倒狐孙散的结局 往日勤奋 瞬间化为虚有 刚开始 小团体的发展的顺风顺水 其前 弓牙居端子越来越大 收赃 炒黄牛带来的利润 已经满足不了 弓牙居的野心 慢慢的 他又看穷了毒品身影 所带来的暴力 为了能够带着家人赚钱 培养自己的心腹 他先一痕 决定启用 包地尹国梁走货 不想 尹国梁却染上毒瘾 后云注射过量暴毙 这件事 对崩牙居打击很大 因此 他决定不再碰毒 正巧 那一年 51岁的何鸿燊 极足业害 掌权奥鱼 紧接着 何鸿燊对奥鱼 进行了大刀扩斧的改革 赌场生意越来越好 于是 大小帮派开始在赌场 筹为秘识 何鸿燊干脆在普京赌场 实行了 蝶马仔及包厅经营机制 所谓蝶马仔 就是地上赌客去赌场 然后放高率弹 以赚取佣金 包厅及包赌丁 因为暴力 这门合法生意 吸引了很多黑帮参与 但因为狼多肉少 想要站得住脚 只能凭借 酷硬的实力 紧接着 黑帮大佬们开始明争暗斗 1989年 街市伟近昔日兄弟 摩顶平逐渐作答 以不受控制 于是 他联手崩崖区 一起做局 出庭指振摩顶平 为一起凶暗主谋 最终将摩顶平赶出澳门 把一个黑道大哥拉下马 崩崖区借机上尾 他的势力也因此再次扩大 这指的他 已经成了道上 赫赫有名的一方诸侯 时间一长 崩崖区如西域的摩顶平一般 不受控制 街市伟决定 再一次壮士断碗 来搬来香港社团 试图一局打垮崩崖区 香港社团 当然也有自己的算盘 于是崩崖区游说 水防帮 大元帮 圣义堂 和自己的14K 组成四联公司 一起对抗 试图过疆插起的香港帮派 这次冲突中 崩崖区率领的澳门黑帮 将香港黑帮杀得全无排气 香港黑帮最终悄然撤退 1996年 是崩崖区最体面的一年 赚到钱 自然不比以前小混混的时候 外界形象总是要树立的 这一年 崩崖区开始以善人的身份 出现在各种活动现场 不仅如此 崩崖区还在澳门 举行了一次大型的慈善王会 除了捐款数额惊人以外 还请来了刘德华 张区游两位天皇前来助神 一时间既得了体面 还赢了神语 江湖嘛 却有短暂的平静 1997年 在街市伟的不断挑唆之下 一直寄予一哥之位的水防赖 和崩崖区彻底决裂 其实 在此之前 两人早已冒合胜利 暗地里摩擦不断 只是此时 才撕掉伪装 澳门历史上最惨烈的黑帮大战 就此拉开帷幕 7月7日 崩崖区的军师 石永祥 与其两名手下 在市中心 被水防赖请来的职业杀手 连开石枪起毙 当晚 崩崖区便开启复仇频道 马仔们手指砍刀 全城搜捕水防赖 那一夜 豪脏的风都在怒吼 7月29日 凌晨3点 激烈的枪声撕破了澳门地 两辆小汽车 停在杰士维名下的 新世纪酒店门前 两名枪手将AK47伸出窗外 朝着酒店大厅疯狂扫射 榴弹打伤多名保安 及外籍游客 这件事 在当时震惊世界 自此 水防赖彻底怂了 当即以投资人身份 举家前往加拿大 而杰士维 躲在自己的新世纪酒店 整日不见踪迹 从那以后 杰士维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赌听 一睁睁沦丧 眼看着泵雅鞠在澳门 支手遮掂 1997年 年底 志得一满的泵雅鞠决定 为自己数杯力赚 于是 他找来香港导演邓衍成 筹拍电影《豪江风云》 主演苗定更大华 拍戏期间 泵雅鞠将他的广望 发挥到了极致 邓衍成回忆 其中一场戏 是几十辆车 从大载大桥顺势而下 逆线行驶 疯狂飙车 在别的电影中 这是非常难完成的 必须有交警配合 但这一次不需要 崩雅鞠的马仔们 陈群接队 开着车 直接逆行上墙 不惜制造车火 达到风桥的目的 邓衍成 以及片场的演员 看得目瞪口呆 想想当时的崩雅鞠 有多么的不可一世 但是 物极必犯 虽然黑社会 斗不过他 但是他还有一个死敌 死人 便是澳门警司 白德安 争斗多年 这一次 白德安终于抓住把笔 他命人将访问稿 一针蒲文 开始秘密部署 准备一举接买崩雅鞠 而这一边 折眼通听的崩雅鞠 在收到白德安 要动自己的消息后 一做出部署 决定对澳湖政府 进行疯狂反复 议长黑帮与警察的较量开始了 崩雅鞠决定 先从普通政府官员下手 1998年3月24日 澳门博彩厅厅长 马施发和下属 去一家酒店吃饭 结果 一名歹徒走进马施发 将枪口贴着 马施发后脑勺开出一枪 当朝 马施发脑将迸离而亡 紧接着 3月26日 澳门警员 猪篮球 在从女儿上学途中 被黑社会成员 开枪打死 一时间 澳门各界人心惶惶 但更显得 还在后头 1998年 5月1日 清晨 澳门警司 白德安像往常一样 带着艾卷 准备驾车去海边散步 当靠近汽车时 艾卷突然狂吠着 向远处窜去 白德安追出失眠院时 轰得一身 身后的汽车 炸得粉碎 一连串的恐怖事件 直接惊动了 澳门总督维奇利 维奇利当即下令 全面反击 于是 白德安调动所有精锐力量 封锁了奔牙区 所在的普京酒店 当晚 普京酒店内 正在和家人晚宴的奔牙区 被白德安 率领重警察带走 奔牙区被捕的消息一出 各界长出一口气 终于安全了 但始料未及的是 接下来 澳门却更加轰乱 一星期内 澳门大街上 发生纵横案53起 另外 黑社会分子 向澳都府和警察局 投掷燃烧弹20多次 恐怖事件还未结束 1998年9月 某日 黑社会成员 再次当街炸毁警车 群众围观时 歹徒引爆第二颗炸弹 15名无故群众 血见当场 再后来 4名黑社会成员 手持AK47 对着婚牙拒案的 御省法庭 疯狂扫射 然后下车扬城而举 澳门14K成员 试图通过一桩桩暴力事件 换来和澳福讨价还价的筹码 但事与愿违 最终 崩牙拘过刑13年 直至2012年 12月1日 这位曾经叱杀风云的大佬 刑满释放 初遇后的崩牙拘 依旧收到媒体的关注 据了解 崩牙拘释放的那天 约有50多名记者通宵守候 初遇一个月的崩牙拘 依旧风光无限 先是为女友叶佳怡 大考生日判断 随后紧接着 一位母亲举办了盛大的寿宴 并且邀请三届弑地 黎耀祥诸葛上信 其前名流达人更是不在少数 而曾经和水防赖 和街市伟 真的你死我活的两人 在经历了牢狱之灾后 面对全新澳门 崩牙拘也终于握手言和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斗 两害 和 两利 让人怀念 好过让人怀恨 90年代的港澳风起云涌 各方势力斗的那叫一个你死我活 回看崩牙拘的经历 只不过是血雨腥风下的 小小一只罢了 八面微风之后 亦有牢与之灾 但终归一点 人狂必有灾 挑战国家法律 终究是自取灭亡 走黑道看似风光无限 但却是拿着身家性命作为赌注 多少人家破人亡 又有多少人妻离子散 江湖路上有血腥 他的残酷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笑着走到最后 让谁都无法否认 崩牙区还是那个崩牙区 但是此刻的澳门 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澳门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听我的频道 我是群里之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